这一课时呢我们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修复试锥裁卷错误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高层数据更新以后 没有重新计算瓦片的包围盒大小 造成的结果就是当相机拉近以后 那么在相机的近裁剪面上 我们能看到一些瓦片没有被绘制 那引起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包围盒没有重新计算 造成瓦片裁剪错误 就是本来应该是化的 但是因为我们包围盒是错的 就错误的把它排除掉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上节课我们预留的一个问题 也是让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当一个瓦片高层数据更新以后 他的儿子节点跟他的孙子节点 甚至重孙节点 他的数据该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高层瓦片 这个高层数据分裂以后 他的这个更新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是刚好跟上一课时是连贯的 是连续的 那我们还是在上一节课的基础上 复制一份 分裂处理 这个叫 这个叫 极连 更新 我设计 把这一课时卸载 卸载的目的就避免误操作 因为文件的名称都是一样的 一不小心如果不卸载 就会把上一课时的内容给覆盖 那么要想修改 上一节课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 也就是激连更新 那我们思考一下 是不是应该在我们的update head 更新高度这个里面 也就是这里面我们自己更新以后 我们还要检查需不需要更新 他的儿子节点跟孙子节点 甚至他下面的其他的子节点 那怎么办呢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子节点跟他的孙子节点 数据有没有更新 是不是已经被更新过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标记 那我们看 我们在更新 文理的时候 就是更新VPN的时候 是不是给这个标志 加了一个head image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 再给他加一个标记 叫什么呢 有高层 有高层 hasdm 用来标记他是否 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层数据 是不是这样就解决了 ok 那么有了这个思路呢 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增加这一项啊 这个函数调用的时候注意 就只能在我们任务系统 来了高层数据之后再去调用啊 否则都是有问题的 好 加了这个标记以后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瓦片的高层 有没有被更新过啊 那如果掉了这个函数 那就标记他有更新 那么我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负节点 去分裂出来的这个数据 掉的这个 他呢 就是没有更新的 对不对 那么为了让这个函数呢 能够被复用 那么我们对这个函数呢 做一个升级 我们把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都 加到 这个里面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加一个else啊 else呢 我们就这样走 同样 这些数据呢 也要放到这个里面一份 注意啊 这里面首先 如果是用啊 用负节点的数据 用完之后 我们这里是不是也要加这么一个 对不对 就是为了更新它 然后呢 更新我们的VBO跟IBO 那么后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调用这个函数了 对吧 这个函数里面就 把更新 应该说把分裂 数据加上计算缓冲区 更新VBO跟IBO 这件事都做了 实际做了几件事的第一 更新 用负节点的数据更新自己 第二 计算 顶点跟 UV还有什么呢 还有高度 对不对 然后这里 更新VBO跟IBO 好 那么这个函数我们 就可以在哪里调用了 是不是就可以在update head这个函数里面调用了 那这个时候调用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for循环一下 循环当前 节点下的 四个子节点 如果 如果 如果这个节点 存在并且 那我们换中写法 如果等于零 也就等于空 需不要更新 不需要 如果等于空 就算什么呢 continue 另外 如果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数据了 f 这个叫什么 这个标记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hez函数啊 hez flag hez flag 有是不是 那我们加一个函数吧 方便是有去hez dm 如果dm已经存在了 不需要更新 对不对 否则呢 我们就更新 这里面传 传 谁呢 update parent 是不是这样写 当前 好 那么这一段 其实 这一个判断 啊 就这个判断 我们可以放在这个里面啊 但他放这也没有关系 这样的话 我们更新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当前节点 当前把片更新 我就检查他的子节点 儿子节点是否需要更新 对不对 那他的孙子节点呢 是不是应该写在这里面 那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份啊 孙子节点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下面 我们再放循环判断 再这样 这样是个什么过程呢 是不是一个地规的过程啊 对不对 是不是地规啊 自己调自己 直到他没有 儿子节点 这个地规就完成了 那我们编译一下 这个代码呢 比较简单 思路呢 也比较清晰 当然大家是感受不到 因为我们这个加载的速度比较快啊 就是除非我们一次推进很多集的时候 你会发现 如果之前我们的代码就会发现 他会有这种问题 但现在这个代码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同样 我们的这个 更新 未骗的这个逻辑 其实也是存在问题的 就当未骗更新以后 那我们要不要更新他的 儿子节点 孙子节点 这也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样的 加一个 这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的话就要复用一下 对不对 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的话 我们给他写成一个函数吧 这儿 这儿叫 void update image with parent 这里的传的这个parent就是 拍人的码片 这个就不用dm了 然后呢 也要告诉他到底是哪一个 节点 好 那我们来实现这个函数啊 实际上 实际上 这个函数呢 内容呢 就是这一段 这个判断呢 我们这里就不用做了 是不是 这个标记呢 这个标记呢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标记 这儿也不需要写 我这两个呢 我们先去掉 我们先理一下这个思路啊 先理一下思路 嗯 嗯 这个玩数啊 如果 我们看他怎么调用的 如果 我们 未片更新以后 那么他的子节点 跟他的 孙子节点 或者是他的这个后代节点 是不是都要考虑一下 是否要做这个更新呢 对不对 好 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那么我们就要更新 我们自己更新完之后 接下来要干的事情是干嘛呢 我们看 我们看原来我们这个过程啊 更新完之后 我们看这里面做了一件事 就是如果parent有image 那如果parent没有image 是不是就表示负节点也没有被更新 啊 然后同样呢 这里呢 做了一个负值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负值完之后 我们还要干啥呢 还要更新 这个 因为我们的文理坐标发生变化了 你是不是要更新一下 他的顶点缓冲区啊 这已经负值了 那这里面还要做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更新 顶点缓冲区 那当然呢 如果这里掉了之后呢 就发现有些地方是重复了 这个函数呢 掉重了 我们看一下 假如这个函数 啊我们掉了啊 在哪掉用呢 在这 啊在这掉用 我们想象一下在哪里掉用 这个函数 是不是应该在这掉用啊 update parent 是不是就传 parent 然后 id 这个 id 就是这个 嗯 那么掉完了 如果里面我们掉了更新 顶点缓冲区动作 其实这里面也有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 是不是就多掉了一次 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这个是重的是吧 确实是重 多写了 这个呢 这个呢也加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 如果子节点 负节点是绘制 那子节点 因为你更新之后 他有了这个标记了 那么我们也要进行绘制 对吧 那么 回来 这里面我们 更新完之后 在这更新完之后 我这就不掉 更新什么呢 不掉更新这个UV了 更新 顶点缓冲区 那什么时候掉呢 我们看啊 这里面除了这样掉以后 是不是我们这里还要干一件事 是一个放循环 他的所有子节点 对不对 if chels i 不等于空 不等于空的时候 我们就干什么呢 更新 这个是parent 是不是传自己就行了 对不对 这样做 ok 那么这个R数呢 我们就做完了 然后我们看 在我们文理更新之后 文理更新之后啊 是不是就这儿 对不对 对不对 文理更新之后 那么我们这里就要掉一个什么呢 for if 是不是掉这个啊 是吧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个函数 我们就少掉这个函数了啊 这里面有这么两句话是需要掉的 第一 当我 当我掉了这个函数 这两句话也要被掉 对不对 如果你不掉用的话 数据就不会更新到缓冲区当中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加一个变量来控制 for need update 标记它 我们是否需要更新我们的顶点缓冲区 如果 如果 这里面就这样写 如果 need 我们就掉哪两句话呢 就掉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dm data点 fill uv 这个传参 那么这个参数呢 你就是给uv star uv end 然后呢 拷贝吧 免得写错啊 然后就这句话 ok 需要的我们就更新 那么我们在 这个里面 需要更新 false 因为我们在构造的时候 这个是不需要更新 因为下面 这里面有更新 对不对 是不是 这里面有 这里面也有 就避免我们多次掉用 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些掉用啊 好了 那么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看 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需要更新了 这就给true了 因为我们顶点已经发生变化了 就是要给true了 其他的呢 都是false 但这里面我们是不是还要做一个 判断 刚才是不是写错了 写错了啊 还要做一个判断 什么样的判断呢 如果 哎 对的 如果在这个里面 自身啊 如果 这个这个写在这儿吧 这儿啊 如果我们 自身瓦片的数据已经更新了 那么 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再做了 是不是这样写 对不对 什么时候这样写呢 也就是当这个值为真的情况下 我们就这样做了 对不对 因为 我们如果是通过构造去分裂的时候 它是没有自己的这个标记的 也就是它的这个 has image 是没有这个标记的 只有它是用的负解点 对不对 只有当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更新的时候 它才有了自己的 这个图片 有了自己的这个文理 我们才去 才知道 它呢 用了自己的文理 而不是用的负解点的文理 它就需要更新了 那么在这里面 实际上呢 有两个判断 第一个我们有负嘛 对不对 看这里加了render 这里呢 我们就判断一下 在哪里判断呢 在这儿 if has image 如果已经有了 直接呢 就return了 这样做呀 ok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代码编一下啊 好像我是不是哪里给写错了 我感觉我 请去看一眼 啊这个位置应该写错了 少写了 啊 这个这样写 ok 嗯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一下默认的情况下这个flag啊 默认的情况下这个flag等于0了 什么都没给对不对 其实这句话已经没有意义了啊 什么时候这个flag给值呢 是在这儿 少一个动作update 少一个动作就是他 当更新的时候这个值啊 需要更新的时候 大家注意 是不是就应该改变了 那在哪里改变呢 嗯 如果这个need比真 那么我们 flag 这个大家调用的时候你就注意这个时机啊 什么时机呢 就是 这个函数 调用的时候如果他传的是真一定是调了谁呢 一定是调用了我们 就是update texture这个函数 而不是通过负节点来更新的啊 那我们想一下这个逻辑啊 是不是这样啊 应该把它写在上面啊 为啥呢 有可能 我们这个外面 因为外面已经更新过了 或者这个值我们写在外面也可以啊 这个值 写在 调用的地方 写在这里啊 这已经写了对不对 这就没关系了 这已经写了 这个就一定没有写啊 啊 那么我们这有这个过滤 那这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写就ok了 ok 我们看一下流程 忘记打断点了啊 还是更一遍这个流程 进来 我们看 这个呢 给false 然后我们f11进 肯定是没有image的对不对 没有进行分裂 啊 然后循环 他肯定是没有的 因为他是new的动作嘛 不会有 然后我们再到 update的text 这里面 看下这个流程走走 我们在这打一个 为什么没有进呢 这里是被写错了呀 哎 等于这个 看看里面写错了没有啊 啊里面都没错 幸好跟了一下 否则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是不是 怎么还是没进呢 进来 进来 啊他的四个节点都是空 啊因为我们这个可能速度太快了 这个读的 所以呢 没有进到这个分支上来 所以呢 没有进到这个分支上来 嗯 因为等于空我们就continue了 那就说明他 他的子 都是空 对不对 只有他都是空的时候 不会进这 啊 这个流程 大家 后面会遇到 看这第二 第一个问题就这 我们还说明黑的了 是不是啊 那就说明这个瓦片没有被汇除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就解决掉了 就是关于 当前瓦片更新之后 他的 这叫 儿子节点 孙子节点 或者后代节点的数据更新问题啊 ok 那就到这里 嗯 嗯